近日,四帅男充19岁唐氏女孩殷秋华表演穿剧变脸获得全网的关注 从一名唐氏宝宝到穿剧表演者,殷秋华的梦想之路走得极为艰难 但当她还在继续追梦的路上行走时,殷秋华却表示她最大的梦想是当天使保护妈妈 殷秋华的妈妈赵海英告诉记者 殷秋华出生不久,就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 七岁时只会喊爸爸妈妈,这些年她也一直做着陪读妈妈 在殷秋华十七岁时,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穿剧便利 为了拜师,她每天给老师打电话 最终,老师被赵海英打动,收下了殷秋华这个特别的徒弟 我当时我听到,我把这个事情都全讲 听到好高兴,我们在外面还庆祝了一番 我说,有人收,真的我女子也有哪种 我终于有老师了,我终于有人叫我了 我激动的时间就是,来晚上都没睡着 真的,因为我们寻寻觅觅觅 从她几岁到现在十七岁,十年 我想给她造一个,转而把她吸盖的事情 我终于造到了 练习基本功的第一年,是赵海英眼中最痛苦的一年 因为疾病,英雄华的身体缺乏力量也不够灵活 完成下蹲,下腰,劈腿等基本功要比普通人还难数倍 为不影响课业,赵海英每天陪着女儿凌晨四十起床 练完基本功,再返校上课 就连课堂间隙也不放过 敦促女儿进行近乎迎科的训练 原来我也觉得那儿没学变点之前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师父跟我说了句话 当来老到这时候怎么办呢 谁管你,你付的缘情 我想了事 你没得一句唱农村那些人说的话 你给她留心一扇一扇 不如给她留门记 记可以养活她一扇 我给她说的,对不起啊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你必须要走下去 你回头也不行 你没得回头的自个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妈妈严厉的训练下 殷秋华如今已能流畅的变九张脸 音乐响起 殷秋华自行大方,毫不切场 当前,殷秋华镇在系统学习川剧中 另一绝火土火,预计五月就能亮相 妈妈含泪告诉记者 殷秋华还将自己比喻为天使 说因为天使是纯洁的 她今天跟我说了一句很那个的话 妈妈,我是天使 我是天使,我会保护你 我还会保护我的师父 保护我的家人,所有的家人 赵海英坦言,是变脸和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使他身体机能语言表达能力发生极大改变 他也希望有更多唐宝宝家庭 通过殷秋华的故事 发掘自己孩子更多的可能 他们可以看到秋华 在所有人员里面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孩子 他是唐宝宝 现在好多唐宝宝就是 他们有他的贴政 他可能这些家长都应该 把自己孩子 也许我秋华一样 找出他的优点 找出他的喜好 培养他的长处 目前,英秋华就读于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 2022级家政服务专业 积极阳光,进取心强的英秋华 总想在家政技能实操中做得最好 他刚开始到学校来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胆怯和羞涩 特别依赖妈妈 但是到学校来了以后 在班级里面 因为我们班上经常开展活动 主题班会课 我也经常会让他表演一下他的变脸 他就觉得在同学之间 他自己获得的掌声 还有同学对他的羡慕 他就感觉到自己很有成就感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就特别依赖学校 和老师也特别亲近 和同学的关系也很融洽 就变得很开朗 据了解,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每天都开设艺术类 康复类 执教类等兴趣课程 学校副书记李春林表示 当前学校正通过挖掘地方特色文化 拓宽特殊学生的就业路径 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就是发现他们的优势领域 用他们的优势领域 来带动他们的弱势领域 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 更有尊严的生活 确实是我们特殊教育的 一个终极目标 李春林告诉记者 他期望特殊孩子 得到社会更多关注的同时 有更多专业技术人才 加入特教大家庭 传授技能技术 帮助孩子们找到生存之路 走向自己的人生舞台